好的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二进制的法码表示法 那么在学习这个之前呢 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 前面我们为什么要引进这个补马 我们引进这个补马的目的是什么 首先第一点是因为这个减法的运算非常复杂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希望找到一个 使用正数来替代复数的方法 接着第二点 我们使用这个加法操作来代替减法操作 从而消除这个减法 但是呢 我们在计算这个补马的过程当中 还是使用了减法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不得不来学习这节课的内容 那么学习这节课的内容 就是为了消除计算补马过程当中使用的减法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前面计算补马的几个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呢 我们计算了这个-13的补马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在计算补马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要套用这个公式 这里的这个加X 实际上呢 这个X是-13 所以说我们还是使用了减法来计算这个补马 同样的 在这个-17的例子里面呢 我们也是使用了这个减法 那么经过前面的铺垫 我们学习这个法码的目的也已经非常明确了 我们学习法码的目的 就是为了找出原码和补马之间的规律 从而消除转换过程当中使用的减法 那么 繁马将会怎么样去消除这里面的减法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学习 我们先来看这个繁马的定义 繁马的定义和这个补马的定义非常类似 也分为X大于等于0 以及这个X小于0两部分 那么对于X大于等于0呢 它的繁马等于它的原码 其次对于这个X小于0的 那么等于2的n加一次方减1 再加上这个X 我们再把这个补马的定义 放在一起作为比较 其实可以看到 只有这个负数的部分是有差异的 并且差异非常小 这个繁马只不过是在这个补马基础上 减了1 那么接下来 我们先来利用这个繁马的定义 来算几个例子 首先第一个例子呢 还是这个X等于-13 那么最后的时候 就算X的原码和繁马 首先呢 把这个公式给列出来 原码呢 等于11101 前面的这个1是这个符号位 计算法码呢 我们需要套用这个公式 2的n加一次方减1 再加上这个X 等于2的5次方减1 再减13 就等于01111 减去这个1101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得到了这个 法码10010 同样的 我们需要把这个符号位 和这个数据位给分割开来 那么这个时候就得到 X等于-13的繁马 等于这个10010 前面的1呢 是这个符号位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巩固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第二个例子 X等于-7 计算X的原码和繁马 同样的 我们先把这个公式给列出来 接着使用重复相处法 把这个原码计算出来 接着我们求繁马 那么繁马呢 因为它是小于0的数 所以说还要套用 下面的这个公式 2的n加一次方减1 加上这个X 等于2的5次方减1 再减7 等于01111 减去这个0111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得到 繁马是11000 同样的 我们需要把这个符号位 和这个数据位 给分割开来 那么这个时候 就得到-7的繁马 等于11000 前面的这个1 是这个符号位 非常简单 我们直接的套用公式 就可以算出这个繁马了 但是我们引进 这个繁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引进繁马的目的 就是为了消除这个减法 但是呢 在这里面 我们计算这个繁马的时候 同样的使用了减法 那么这个繁马 好像没有起作用啊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再来找一下 相关的规律 那么为了找到 这里面的规律 我们把前面 所列举的各个例子 汇聚在一个表上面 这一个表 列举了 实经质 圆马 补马 以及繁马的数据 我们一行 一行的来看 首先 看这个13的 圆马 补马 和繁马 因为这个13呢 它是正数 所以说 它的圆马 补马 和繁马 都是一样的 我们重点 是来看这个负数的 圆马 补马 和繁马之间的关系 首先 我们来看这个负13 那么这个圆马呢 等于 11101 前面的这个1 是符号位 我们再来看 这个繁马 那么这个繁马呢 就等于这个10010 补马 等于这个10011 同样的 负7呢 这里面也列举了 圆马 补马 和繁马 再一看 好像没什么关系 我们先把这个圆马 和补马 对比的来看 看看有什么关系 同样的 我们还是看这个负13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先把这个符号位 给忽略掉 我们再来看这个数据位 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圆马的数据位 是1101 而这个繁马的数据位呢 是0010 这个时候 看到关系没有 这个圆马和繁马 他们之间的关系 是相反的关系 比如说 这里面的是1101 然后呢 在繁马里面 恰好是每位都相反的 0010 这是不是巧合呢 我们再来看 负7的这个数据 同样的 我们先把这个符号位 给忽略掉 我们再来看数字位 那么圆马呢 等于0111 反马呢 等于1000 看到没有 这个时候圆马和反马 还是这个每位 按位取反的关系 同样的 这个负1呢 也是圆马等于0001 反马呢 等于1110 所以呢 我们就得到了 第一个规律 那就是 负数的反马 等于圆马 除符号位以外 按位取反 那么 有了这个关系 我们就可以 很快速的 从圆马 求到这个反马 接着我们再来看 这个 补马 和这个反马 有没有什么关系 同样的 正数的 我们不用找了 因为正数都是一样的 我们重点是来找 这个负数的 补马和反马之间的关系 我们来看 这个负数三的补马 等于10011 反马等于10010 那么这个时候 可以看到 前四位 包括这个符号位 都是一样的 都是1001 1001 而对于最后一位 却是 现在一的关系 比如说 这里面的补马 最后一位是一 而这个反马 最后一位是零 那么好像 这个补马和反马 也是存在的 一定的关系 我们再来看 这个负七 是否也有相似的规律 补马等于 11001 反马等于 11000 前四位 都是1100 而最后一位呢 补马等于1 反马等于0 也是 相差1的关系 我们再来看 这个负1 补马 前四位 1111 反马 前四位 也是 1111 而补马的最后一位呢 比这个反马 加了1 所以 这一个呢 就是补马 和反马之间的关系 负数的补马 等于 反马 加1 在这里面呢 这两个规律 是非常重要的 有了这两个规律 我们就可以简化 很多的操作 我们接下来 通过几个例子 来巩固 这里面的两个规律 首先 第一个例子 x等于-7 计算x的二进制 圆码 反马 和补马 首先 圆码等于 10111 那么 反马呢 等于这个 除符号位以外 按位取反 就得到 10001000 接着 补马等于 反马的基础上 加1 那么这个时候 就得到 它的补马等于 11101 运用前面的这个规律 计算起来 非常简单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x等于-9 计算x的圆码 反马 和补马 同样的 圆码 很简单 等于 11001 那么 反马呢 等于这个 除符号位1以外 所有的数据位 按位取反 那么这个时候 就得到 10110 最后 我们在 反马的基础上 加1 就得到了补马 10111 非常简单 那么 那么到这里呢 相信同学们 对于这个 求反马 以及求补马 的操作 都比较熟悉了 那么在课后呢 同学们还可以通过 老师的练习题 来进一步 巩固 相关的知识 最后 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里面的 圆码 反马 以及补马 整一个过程 首先 我们学习了 圆码 那么 圆码呢 他有一定的问题 0的表示 有奇异 并且 他的减法运算 非常复杂 那么这个时候 就引进了 不马表示法 不马表示法呢 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 这两个问题 但是 在求补马的过程当中 还是 引进了减法 这个时候 就不得不 引进了 这个反马 从而消除 这个减法的操作 那么 由这个圆码 来算这个反马 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 按位取法 反马 求这个补马 也非常简单 我们得到反马之后呢 把反马 加一 就得到这个补马 那么通过 先求反马 再求补马的 这个操作 我们就可以消除 这里面 算补马 引进的减法 这个问题了 好的 那么这部分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